各位好 今天7月24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呢 是这样 昨天在聊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那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就这个决定 这傻逼决定的时候呢 聊了三个事 其中这三个事聊了就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呢 我就没聊第四个事 而且呢 尤其是第四个事呢 其实看起来没有那么跟民生相关 但是实际上而言更为重要 可能应该是单独出一期节目 所以呢 今儿跟大家算补一期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事一什么事呢 就是说呀 中央研究开征这个地方附加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为了解决 这个帮助解决地方这财政困难 中央呢 正在研究 整合一个全新的地方税种 说白了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维护建设税呀 教育附加呀 地方教育附加呢 合并为呢 地方附加税 然后呢 授权地方在一定程 一定幅度内 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您理解这事儿 就是说原来我们这个很多间接税 我们其实不知道的 就是因为这个都是由那个企业啊 什么包括其他一些那个法人机构来承担 所以呢 我们所说的税往往跟个人相关的都是个人所得税呀 或者你最多知道一个这种增值税呀 但实际上很多的这个税种呢 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它是分文别类分的非常细的 然后比如说就他说这个等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然后地方教育附加 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来讲 它都是在这个各个法人机构 我如果就比如说吧 我在北京作业公司 我在那做我的那个会计作账的时候 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税费 那要加起来才是我整体这个税负 那跟个人呢 这个东西看上去是不相关 但是实际上而言 这占了像我们原来在这个国内经营公司 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上缴的 包括税 包括费 你原来那个叫 原来比如说教育费嘛 其实原来成建 成建也不叫成建维护建设税 它当时也叫成建费 就最早的时候也叫成建费 然后呢 就把这些东西也要交上去 所有交给政府的钱都是税嘛 这大家都能理解 然后这一部分呢 其实挺多的 结果呢 就是说这个呢 原来是分文别类的在收 可是现在呢 中央呢 在研究一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 就给你叫成一个什么呢 叫地方 叫做那个地方税种 就是说呢 这个叫地方附加税 而且这个税率是干嘛的呢 就是说呢 授权地方啊 在一定幅度内 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就是说 由地方来决定啊 到底在一个幅度之内啊 到底收多少钱 到底收多少钱合适 这个东西你就 那我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玩意你就问这上线收吧 实际上是等于干嘛呢 这东西啊 我给大家解决一下 这叫给政策 各位你们如果在国内 就是知道这种政经之间的交流 我们把这东西叫交流 那有很多时候呢 就政府不会给你钱 有很多人拿着这个 他不是给钱 他给的是什么呢 他要给政策 给你政策 你可以去收钱 比如事业单位吧 OK 你去怎么去收这钱去 那你怎么能自收自知啊 事业单位往往是没有一个 特别强的一个行政权力的 对吧 但是不是 他给你这个政策 就让你能够收这钱 你有这权力 就收这钱去了 不会给你钱 不会给你其他很多的东西 最多给你一个编制 给你一个政策 OK 你去收钱去 就养了一波人 这叫给政策 中央的这种模式呢 也叫给政策 就是说白了 就是说你看那个战身为王的 然后这个手底分支众多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哥们 拉起一片人马来了 我也要可以独立出一六子来 东北叫有一六子 对吧 这是马匪的那种说法 那不是那个马匠的马 真正是马队的马匪 然后就出去 就是要收钱去了 那原来这老大说什么呢 说你这分出一 从我这分出一六子 就没毛病 行啊 给你点枪 给你点刀 OK 你出去自己挣饭去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给你政策 你去挣钱去 所以它叫什么呢 就是说呢 帮助解决地方财政困难 地方财政现在都很穷嘛 你要收 你要想收钱的话 你得有政策才能收啊 你不能全靠罚末呀 对吧 那比如说 我这两天看了一个罚末单子 那那个罚末有些高的地方 能占能占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 我看那最高的到广西有俩地儿占百分之二三十 不是最高的好像占了百分之二十五 二十五以上了 那就是到这个程度 但是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并且呢 它也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 那如果把这个 这种地方税 给你的地方附加税 给你搁上去 并且给了你这种政策的话 那它从此开始呢 就是一个非常正式的 可以收钱那个玩意儿了 您理解这个事儿吧 就大概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给这种政策 并且这政策背后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从最早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说起了 就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大概在七八年的时候呢 就是小港村 然后开始按携手印 做成联产 最后成为了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不知道 那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摸着石头过河 为什么呢 就是原来的那一拨人 就是懂经济的 并且是真正在市场经济里 给你操练过这帮人 不是被打倒了 就是那个就是死掉了 对吧 那而且呢 也不太敢露头 因为钱上面挂着 扣着一个大帽子 扣着这个大帽子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 那他也不敢出来做什么事 那就是理论上是没有办法创新的 但是实践上 他就创新去了 就是说所谓的摸石头过河 那像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种东西呢 就那会写就是写着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就是大家都已经穷怕了 而且呢 这个东西他一推出来之后 就大家就就觉得说 哎 说有点笨头了 那一下农村就活了好多 就变成什么呢 就是一包就零 大家就都觉得说 哎 一成包就零 那个时候啊 就各地的这个 因为从那计划经济转型到这个市场经济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那就说哎 那干脆这样得了 就是地方你弄一份钱 对吧 那你自己去 然后你把一个这个 你把中央的这个固定的一个税率给交上来 固定的一个费用你交上来 那就完了 剩下你都留在地方 你地方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地方的某种承包 财政独立的一个承包 那个时候到什么程度呢 我给大家这当时有数据的 当时啊 这个当时呢 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就是中央政府他并不挣钱 您知道吧 那但是他都是从下边收上来的 那他收了多少呢 收了22% 就是说中央政府能收到的钱 是整个财政收入的 其中的只有五分之一 多一点点 22% 那大量的钱在哪呢 大量的钱在地方上 大概地方呢 是在78% 可是呢 两边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在哪呢 他有一个分权责任 那比如说 我地方政府应该干的是什么事啊 那那个中央干的是什么事 比如说中央 OK好 那你要是说 你必须得有这个 你得外交 你得有军队啊 对吧 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OK好 结果呢 那些年从80年开始 就开始干这个事 就是说你就是 80年还是82年 就开始干这个 说你这个 你这外 你你就 大家就 大家就是这么分 这么分成的时候 就是从国内收了 收上来的钱 这么分成的时候 中央政府就没钱 就他 他就一直以来 就到 到那个时候 就特别没钱 一直到80年代末期 就到80年代末期的时候 中央政府呢 已经到地方去要饭去了 而且政令呢 就是执行的就一直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咱这么比喻吧 就是说 你如果说经济上不依赖你父母的话 你琢磨琢磨 你父母对你的这个影响 会不会至少是减少的 对不对 OK好 那尤其是那些各个地方的 那根深蒂固的那些那个大头们 那他独立性就非常强了 不听你中央的 但那个时间点上就已经开始说有一个苗头 就是各地就开始分立小山头 但是这个是中央是完全无法忍受的 所以呢 在94年的时候 这个大概筹备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92年开始筹备 然后呢 筹备到94年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分税制 就是一直到这个 而且呢 是为什么要做这分税制呢 就是为什么92年要开始做这分税制 当时是有人提出来了 说你看这个 如果再往下由地方 然后呢 掌控地方财政 中央就是强之弱干 这个意思 就是说那主干是那个是弱的 地方都是强的 那跟前苏联的这个各个加盟共和国呢 区别就不大了 因为在前苏联的后期啊 他在这种地方性的这种加盟共和国的势力 就是自主性越来越强 包括财政 包括其他一些东西 自主性越来越强 这个呢 实际上而言也埋下了当前苏联解体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伏笔 那原因之一吧 至少原因之一 就是中央控制力弱了 所以呢 在那个苏联是苏联解体之后呢 苏联应该是91年解体的吧 OK 那中国就有一拨人就跟上面就说了 说你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有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 因为所有地方都是你自己雇自己 中央又没钱 对吧 OK 那你怎么办 所以呢 在92年开始筹备 93年开始就是成型 94年颁布 就中央和地方就实行双轨制了 就是说国税 地税 然后呢 国税这一块就高 结果呢 一下就把这个地方财政啊 就给就给捞空了 这非常快 然后非常快的速度 就地方和国税和地税就变成了各有半壁江山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整体的这个税收啊 然后其他这些收费 甭管怎么着加起来吧 就收到政府从这收到钱 然后呢 中央跟地方那五五分成 由那个中央呢 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再分配 就是在调配 然后呢 从这边拿到那边 从那边拿到这边 然后整个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而言呢 就对于整体的地方的控制就强得多 这是94年开始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完事以后呢 就是也是走了好多年 对吧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这个18年的时候 18年的时候呢 就是后来又开始干嘛呢 又有一次改革 这就不一样了 那一次它就变成了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国税地区是合一 就是合在一起了 但是但是啊 由这个地方这一块的这个东西 就是地方这块 这个依然是没有强过由国家统 就是统一这种管理 统筹的这个路数 它因为已经非常清晰了 就不能够让你地方啊 有太多的自主权 这个呢 就这段时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 就是分税制啊 有一个有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土地 土地财政就变成了各地政府的这个支柱型的产业了 那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整个的这种所谓的市权 那特别你 你必须就这么说吧 就是说你得给它扛事 你得给这个 你得让负责地方发展 但是你没有多少财权 你手里也没钱 那怎么办 那地方政府得想折呀 那什么才是折 OK好 第一 土地财政出来了 土地财政一出来之后 地方呢就开始有钱了 有钱呢 但是国家这个钱呢 这种中央政府收的钱呢 又没少 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特别节大欢喜的事情 对吧 那我这块中央这块又没少 我也能够控制地方 你这块呢 这个你土地财政又可以可以给你地方带来这种这种繁荣 那大家不是节大欢喜的吗 那倒霉的是谁呢 倒霉的是买房子这些人呢 你付出的钱更多呀 对吧 那你一百块钱里至少六十块钱的 这土地财政的钱 那是归到地方政府里了 OK好 那像这样的这种状态下 就开始土地财政大规模的开始上去 所有地区 他都跟隐 他就跟那个就是 就跟吸了毒似的 他一 你各位都知道吸毒有一个问题 就是越吸越多 越抽越多 不可能说是说越抽越少 控制量 没有这样的人 吸毒只要是引君子 没有这样的 他全都是越吸越多 那各地的土地财政就跟让地方政府吸毒一样 他就越来越成为一个支柱的 并且是拉了一屁股的债 因为光凭土地财政是不行的 他要还有其他的通过土地财政作为杠杆 来撬起巨量的资金 来去把这个东西给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经济 包括环境 包括城市建设要搞好 这个他必须得做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升官的需要 因为如果你这是你的政绩 对吧 你的事权嘛 这是你的政绩 第二个 他要自己挣这个 他要挣钱 官场为什么很多当官 干嘛当官啊 他得挣钱呢 对吧 OK好 那到今天为止 用了各种各样的模式 刚开始的时候是直接来做 后来变成成头公司 这些成头公司就从中 有大量的钱被调配到政府当中 然后让 反正就是一白手套的东西 大家都能理解这事 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后来国税地市就合一了 这些东西又开始来做 但是这一回 这一回他给你做一个地方税 知道吧 这地方税这事 他又变成什么了呢 他又变成开始让地方上来自己去掏钱 去自己去赚钱去了 或者是说自己去 你专门自己去抢去了 说白了是不是让你自己抢去了 为什么会如此 就等于是说呢 他面对的这个情况啊 就非常像什么 就是当年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说 说我我也不知道地方现在这怎么办 你现在那只能够由你们自己地方来做 但是我只能给什么呢 我给不了你钱对吧 我给你政策 咱们的互相之间就就就就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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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咱得分开呗 你去你去把那个 你去自己去承包去吧 然后给你一个大致框架 就相当于呢 又是一个就是一个当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那种升级版 他还不是说那个双 就是那个叫什么 分税制那种 分税制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那个就是咱们两边的分赃系列 我可以给你 你给我多少 你给我多少 然后呢 你拿多少 这个是一个分赃系列 它是在这个在分税之前算是一个叫应该叫什么呢 算是一个承包系列 它现在就等于是处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升级版 我没有办法去给你兜底了 因为中央财政也没钱 没有真正可能性 就是说无毛印钞 有好多人说我这个印钞机一开 现在数字货币又出来了 说甚至于印钞机都不用开 对吧 我只要在后台改数字码就完了吗 不是那个意思 你真的无毛印钞那是会出事的 那不可能说是不出事啊 对吧 它毕竟还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就是那个那些国家 它后边那钞票上后边一堆那灵 我都数不过来那种灵的 毕竟不是那种国家 OK 那你怎么办 那你只能够呢 又回到了这个原来这种模式 让你给你政策 让你地方自己找出路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留 这是留在地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税款 对吧 你可以把它 然后用你自己的模式来让它收上这钱来 原来这些钱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如说吧 包括这个什么城市维护建设税啊 或者教育附加费啊 这烂七八糟东西 在征收的时候呢 实际上来讲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有些减免 有一些呢是可以那个拖欠 对吧 还有一些呢 就说白了就是给你一个优惠 可以让你不进行 对这个东西有一个不进行的征收 不进行征收 或者是其他这种模式 但是你现在呢 统一到一个所谓的地方附加税里 那它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单独的笼统的税中 把其他都搁进去了 就会把所有的这些钱 那就必须征收 就原来那个灰色地带的东西啊 就全都去掉了 你没有什么可不 就是因为你分析一项的时候 你还可以说这一项减免 那一项不减免 或者你还谈 但是你一旦说搁在一起 是一项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减免了 就不可能再有这个 这种优惠的政策了 你只能去交 你不交的话 实际上而言对你的公司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你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对吧 你欠税嘛 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啊 所以那你就可 你就会从当中 收取更多的税款 原来啊 这些东西在哪呢 就跟地方的这个政府似的 他好多东西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为了招商引资啊 或者其他东西 给你一个优惠啊 现在不用了 现在全都是 就是你必须得收 只要是 只要是他这个名义下 你必须得收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了 那在原来呢 说所谓的中国的税负负 痛苦指数特别高 这是肯定是绝对是高的 但是呢你总有规避的模式 用这种模式 现在用这样的这种方式呢 就等于是把这种原本在灰色地带 可痛苦可不痛苦的地方 就全给你一刀 你就你就必须痛苦去吧 大概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 现在它变成了这样的一种 让你给你政策 让你地方去去拿着这政策去收钱的这个 就回到了当年 你这个你们自己你们看着办吧 这也就是中央政府在没有办法的状态下 也没有办法给这个地方政府兜底 也没有办法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扶持 就要给政策了 其实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嘛 就是给你眼枪 你去抢吧 对吧 你只要能抢多少是你的本事 这个呢也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说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 确定具体适用税率这种模式 那如果要是说 他是真正一个税 不代表不纳税或者怎么样 他有这种模式可以让你这么做吗 你不可能啊 对不对 您任何一个新设置的税种 或者是说怎么样 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讨论的 哪有这样中央一说的 你就可以设置一个地方付加税呢 不太可能 所以到今天为止 你可以看到 在原来的这种包杆型的税制 然后到分税制 然后再到后来国税地税又统合 再到现在开始露出端倪的 所谓的这种这个改革 对吧 税制的改革 因为今年是那个分税制改革的 税制改革的30周年 这种又开始这种改革 就等于是说 他又改回去了 我就不给你兜底了 我让你回去去 自己去找钱去 那中央的 但是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好处在哪呢 就是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依然没有减弱 他只是给了你什么呢 他给了你一个政策而已 他并没有给你真正意义上的 你独立的某种程度的这种地位 这你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确实是有进步 这个进步并不体现在说 你的税收设置 税种设置 税收的这种手法更合理 它更体现在哪呢 更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精准控制 以及中央对地方政策 所谓的政策扶植 给政策的这种东西 那他现在更玩的更好了 对吧 让你地方既可以 能够更多的搜寻民脂民膏 那又不会造成像最开始的时候 那种整体的失控状态 这个就玩的挺好 对不对 我必须得配合他们一下 你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你们就是牛逼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附加税 这个可能是只是一个试水 很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 它再有其他的一些 在税制方面的改革 总体而言 就是随着技术 以及对整体社会经济的控制 它的税只能够会越来越高 把越侵蚀掉原本 说还能够存在一部分的 这个灰色地带 然后呢 让中国的这个税负的真实痛苦指数 越发的高涨 那这个基本就是属于这种 在现阶段的这种经济状态下 基本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杀机取卵 可以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一种杀机取卵 就看它往下怎么走吧 但是总体的这个方向呢 是不太可能变的 大概就是这样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扯继续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